一下是機師 一下又是醫生 但一貫不變的是西裝筆挺和能隨機應變的頭腦 李奧納多在電影《神鬼交鋒》中騙倒眾人 現在台灣竟然上演了真實版 主角是一位酷似男星李炳獻的南韓人 手臂靠上 個子比身旁遠景還高 今年初來到台灣本來三月份要出境 卻被機場查驗關發現這位高帥男子 竟然是韓國通緝犯 這名男子的假護照被發現不該出現的浮水印 真的護照上並不會有 而上頭的南韓的出境戳章拼字太正確 反而觸碰了防衛機制 因為真戳章上故意用了錯別字 而假護照動戳不平整很粗糙 真護照用雷射非常平整 但男子拿了假護照 卻騙過不少國家的海關 首先就是到馬來西亞去 然後之後就是不預期 以這個當地國家 不會預期那個簽證給的天數 然後又轉戰到別的國家 那等於好像是遊牧民族 上演神鬼交鋒沒成功 這名男子栽在台灣手上 4號下午被遣返回南韓 面對詐欺罪名 有的NP陳婷宇佩祺 日午才報導 有的NP陳婷宇佩祐 那是福利 有的NP陳婷宇佩祝